最近,墨西哥搞了一场彩票大乐透活动,奖品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竟然是一架博音787梦幻客机。 除此之外,还有另外一个名头,那就是墨西哥的空军一号。 这架飞机由墨西哥前总统潘尼亚·涅托在任内购入,他离任后因为被视为前朝各种贪污腐败的奢米象征。 因此,在新任总统罗培兹·奥布拉多上任后,便一直打算拍卖转手,但却一直苦于找不到愿意砸钱的买主。 于是,奥布拉多突发奇想地决定推出空军一号大乐透,让头奖得主把梦幻客机带回家,同时也借此募款捐助医疗。 不料,天马行空的点子却让墨西哥人不太买账。 直到9月15号即将开奖前,限量600万张的财券都还没有售庆,而整个抽奖活动已经让墨西哥政府先花了2400万美元。 由墨西哥政府主导的空军一号仅设置有80个头等舱座位,还有一间总统套房及私人位浴空间。 由于墨西哥政府长期以来的低效贪腐结构性问题,让政治光谱上左翼民粹的奥布拉多2018年胜选总统后,便一直打算要处理掉这架象征着前朝贪腐的飞机。 无奈即经交涉探寻,却都一直无法找到拍卖价格合乎新意的国际买家。 于是,奥布拉多政府这才新生一季,打算透过乐透抽奖,与民同乐。 根据原本的计划,墨西哥政府希望能透过彩券全国发售,募得1.42亿美元,其中一部分用作乐透奖金回馈,另一部分则用在医院医疗用途的捐款。 但尽管奥布拉多对于这个点子信心满满,认为总计限量600万张,一张不到24美元的乐透彩券能够全数受庆,贫富差距极大的墨西哥社会却对此不大感兴趣。 我呼吁所有人,每一个人买彩券不要停。 奥布拉多在14号的记者会上大声几乎催票,根据路透社截至15号开奖前夕,专机大乐透只卖出了70%左右,只勉强募得了足够支付奖金的9500万美元。 远不及原本期待的1.42亿美元目标,尽管墨西哥政府此前也透过加码,决定抽出额外100名幸运乐透得主,每人可得100万美元,但似乎效果依然有限。 由于整个抽奖过程,墨西哥政府就已经先砸了2400万美元,原本政府想要洗白的贪腐形象,似乎又矛盾且讽刺地与大花冤枉前重叠,进而引发社会舆论的批评质疑。 除了开支平衡的问题,原本说好的医疗资助,从目前的彩券积累金额落差来看,也远远不足以达标。 要悬壶济世,行医救人,公共政策与预算分配都应该以知识与数据规划基础,而不是靠着偶然几率或政治宣传。 墨西哥前卫生部长切尔托利·夫斯基在个人推特上如此平板。 此外,墨西哥健康联邦机构也花了将近23.5万美元卖菜票,全数分给951间公立医院,并表示,任何重奖金额也必须用于医疗器材预算。 此举也被不满质疑,资金为何不干脆直接分配给医院,而是要透过一张未必会洗从天降,有求避应的财券。 根据墨西哥财长埃拉雷9月初的说法,墨西哥今年到明年将遭遇1932年以来最惨的危机,因为各种经济问题在疫情加成效应下,墨西哥GDP已经连续5个季度倒退。 华盛顿邮报一指出,过去数月以来,就有1200万人失业,有专家预测,等到疫情过后,墨西哥全国恐将有1000万人生活在贫穷线下。 但也有较乐观预测认为,此一经济惨况应该约4年即可复苏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请关注点赞并分享,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,我们下期再见哦。